你 你是皮蛋吗 林依舟 我有个问题 想要问你很久了 你说 为什么会是我呢 用菲菲的话说 你人帅家事好 对人又专一 应该是很多女生心目中的完美老公 是吗 睦睦 所以我在你心里边 是完美老公吗 差点又被你绕进去了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好 此人你是想问我 为什么选择你 而不是选择别人 我是觉得 从世俗的眼光来说 我并不是你的最优选择 情感上 我不会对你小鸟依人 依附于你 事业上 我更没有跟你强强联手的资格 我们的相遇本身就是一个意外 你完全可以拒绝帮忙 可你 却选择订婚协议这样的方式 来加深我们之间的捆绑 而且在这之后 无论是扮演情侣 还是参加真人秀 你都全力配合 你随时可以终止协议 但你却选择了继续 从你是商人这个角度来说 我并没有觉得 你能从中获取什么利益 真棒 我的木木真的是 越来越有商业头脑了 你说的都对 但你看到的 只不过是冰山上面的部分 换句话来说 就是如果我们之间的订婚协议 是一场阴谋 我不否认 至于为什么我不愿意解除协议 是因为我最终的目的 也就是你的疑问 我能从这一份协议中 获取什么样的利益 让你对我动心 就是这份协议最大的价值 而冰山下面 你没有看到的部分 是我喜欢你 我林一周五 想和你夏琳在一起 那如果说 这个就是你的目的 那主动权 不是在我手里吗 夏小姐 协议上面白纸黑字 写得明明白白的有效期限 那好 我现在单方面宣布 订婚协议中止 那我需要跟你科普一下 单方面毁约的话就算违约 你需要赔付我违约金呢 那这次林先生可要失算了 敢不敢跟我走 走就走 不敢跟我走 去哪儿啊 去了你这知道 快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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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么多 嬷嬷 谢谢你在败家的时候想起我 李先生 恭喜你 两年的领带都被我承包了 那领带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我们现在已经领证了 而且你已经是我的人了 我当然要把你紧紧地捆住 那两年不够啊 这么些也不够 我希望这一辈子的领带 全都给你承包了 想得美 对 对 我希望 э兴 cont 你不要也不够 我能感受到他的顺恥 我幻想要不够 这一辈子的领带都被你承包了 你再来 我嫌疼你 我心里有什么特殊有事 干嘛呀 别睡了 都睡那么久了 太不公平了 为什么你想得这么早 这有什么办法呀 就算是我错了吧 你是皮蛋吗 你喜欢饭了吗 那该我了吧 等一下 你不是要上班吗 上什么班啊 老板也要休息的 你